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洗净的茄子去地 切成长段 再改刀切成小条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点的碗里 加入比炒菜稍微多一点的食盐 用手抓匀 腌制三十分钟左右 拍三个大蒜 切成蒜末 再切点红椒丝 将腌制好的茄子 用力挤出水分 挤得越干越好 茄子里面加一勺干淀粉 用手抓匀 热锅下油 油热下入茄子 中小火翻炒至茄子变软 茄子变软之后加入蒜末 再加入红椒丝 因为茄子腌制的时候已经加过盐了 这里就不用再放盐了 加入适量的生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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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点蚝油提鲜 再来一点蚝油提鲜 这样美味的茄子就做好了 茄子没有用油炸 非常柔软入味 超级的下饭 这种健康少油的做法 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赶紧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点个赞 关注 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